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一轮中美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结束 中国与联大会议驳斥美国无理指责 法院判特朗普需交出财务记录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11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10日至11日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美东时间10号上午8点57分左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一行 抵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大楼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此举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照常提早等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团 除了中美媒体外 来自各国的主要媒体都提前几个小时 便聚集在贸易代表办公室门口 占据有利位置捕捉磋商的重要时刻 大约9点左右双方在门口会面寒暄 中美三位牵头人神态轻松 罕见在门口一同停留片刻向媒体致议 合影留念 中美代表团磋商期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 将于11号在白宫会见副总理刘鹤 磋商持续三个多小时后 双方代表团都没有离开午线 而是点了外卖在贸易代表办公室内 用餐持续磋商 在决定一边用餐一边磋商后 代表团随即通知了在门外等候的媒体 以便让媒体也可以休息片刻尽快用餐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陈令南 华盛顿报道 另外 中国代表团11号出席了 第74届联大有关财军与安全问题的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博聪 博持了美国对于中国军队的指责 并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应该优先履行核财军 11日 中国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 在出席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 联大财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时 发言表示 国际军控与裁军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中国将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循序渐进的推进和裁军 用外交手段解决扩散 并继续推进新疆的战略治理 发言中 傅聪回应了美国代表 对于中国军队扩张建设的指责 傅聪表示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进程 共计加入了二十多项多边军控国际文书 并启动了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内法律程序 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国对此坚决拒绝 中方对美方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和时代错乱感的发言 深感震惊 对其对中共的无端指责表示坚决拒绝 公道自在人心 美方的无端指责 既抹杀不了中国 对国际安全与裁军事业的积极贡献 也掩盖不了美方 毁约退群和单边霸凌行径 对国际和平安全造成的严重破坏 傅聪表示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不但单方面退出一核协议 撕毁中导条约 还不断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将网络和外太空作为了新的战场 中国强烈敦促 美国要尽早销毁化学武器的库存 并履行核材军的优先责任 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和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 美国应切实履行其核材军特殊优先责任 在将其核武库降低到中国的水平之前 美国有关中国军力的任何指责 都是虚伪和苍白无力的 此次联大会议的召开一波三折 由于美国拒绝给来自俄罗斯 古巴和伊朗的代表团发放签证 负责审议裁军事务和法律事务的第一和第六委员会 都不得不推迟相关工作 俄罗斯代表还提出建议 要求联合国民主长启动纠纷仲裁程序 将财军会议从纽约移至维也纳或者是日内瓦 丰会是田一千纽约联合国总部报导 另一方面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 11号裁定总统特朗普必须将过去八年的财务记录 交给国会众议院监管委员会调查 加剧了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议员的对立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 11号做出裁决 要求美国马泽会计事务所将特朗普八年来的财务记录 交给国会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进行调查 这间会计公司受总统特朗普及他的集团长期聘用 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在今年三月向这间公司发出信函 索要相关文件 包括特朗普及其公司的财务状况 相关审核与通讯记录等 以调查特朗普是否涉嫌以不正当理由 虚报自己的资产状况 卡明斯表示 这些指控都由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提供的资料佐证 随后特朗普谴责这次调查是来自民主党的骚扰 且表示不会配合任何的调查要求 并将委员会和这间公司一并告上法庭 试图阻止委员会的调查 最终被地方法院判处败诉 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以二对一票维持地方法院的裁决 卡明斯发声明指 这是国会监管职能的一次胜利 反映了宪法所规定的三权互相制衡 在判决中支持推翻地方法院裁决的法官 是由特朗普任命 他认为国会议员除弹劾调查外 无权对特朗普涉及的非法行为做调查 早前特朗普的律师也谴责国会滥用权力 下一步特朗普预计将上诉到最高法院 这是总统特朗普首次通过法律途径 对国会民主党议员采取行动 除了这宗诉讼以外 特朗普还试图驳回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的调查要求 拒绝交出自己的公司及个人的报税记录 凤凰卫视陈令南华盛顿报道 另外湾区华人上月底为跳楼自杀的脸书工程师 陈勤举行抗议活动 脸书在职的华裔工程师尹一在活动中发言 结果他本周遭到脸书开除 尹一回忆 9月26号本以为会参加公司的当年活动 误打误撞参与了抗议 受到现场气氛感染 他带头呼喊口号 亮出自己的公牌 并接受媒体采访 尹一当天回到办公室后 就向公司汇报了自己参与活动的情况摘要 以及接受哪些媒体采访等内容 之后几天 他先是被公司人事部要求参与两次会谈 随后又收到警告信 再后来被要求在家中上班 直到本月7号收到解雇通知 脸书列出的结雇原因主要是三条 未经公司许可接受媒体采访 故意隐瞒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事实 以及在办公室内言论引起其他同事不适 我是学生签证那肯定是对我们OPT H1B就这些 这些就统称就叫H1B Abuse 对这些非公民的这个国际员工一定是更苛刻 这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保 尹一被开除的消息传开后 他在领英等社交平台账号上收到了上千个信息 很多华裔为他报答不平 表示帮他要介绍工作 公司内推甚至是介绍女朋友 让他心怀感激 目前律师正在帮他评估状告脸书的可能性 那么郑律师和他的助理 现在正在评估这种打官司的可能性 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很想要一个说法 我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我觉得Facebook这样做比较过分 所以我想要一个说法 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的尹一 有多年的游戏创作经历 同时也自己创作音乐 本周他要完成编曲工作 下周开始找工作 尹一表示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结果被开除 是他此生最大的荣耀 在强权面前应该永不妥协 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上帝 就是你的良知 所以也可以说不要比惧怕内心的良知 更加惧怕一个科技公司 网络时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欧国欧国号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在圣塔安娜焚风的作用下 北洛杉矶 西尔玛地区爆发伤火 火势一夜之间迅速扩大至4600英亩 目前已经造成大约25座建筑物被毁 一人死亡 10万人面临撤离 多条高速公路被关闭 大火附近的中小学 以及北岭州大峡谷学院 皮尔斯学院都也都取消了 11日当天的课程 据洛杉矶郡的消防局介绍 目前在西尔玛地区燃烧的马鞍岭山火 从10日晚间9点左右 在西尔玛的亚内尔街和马鞍岭路开始燃烧 在枪风的作用下 火势迅速的蔓延 跳过了5号高速公路 烧入格拉纳达山丘和波特牧场地区 并向北朝圣克拉利塔市方向移动 消防局指出 山火预计会继续扩散至温度拉郡 消防局已经发布警告 要求温度拉郡附近的居民做好撤离的准备 波音737 MAX仍在停飞之际 波音的主力窄体机型737NG飞机也出现了问题 波音公司本周表示 全球范围内紧急检查的810架737NG客机中 有38架存在结构性的裂纹 并需要修理和替换受到影响的部分 这些飞机将被停飞直至修理工作完成 存在裂缝的地方为机翼与机身之间的连接部分 也是机翼与机身间的主要承重原件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表示 这种开裂可能会对飞机的结构完整性造成不利的影响 并导致飞机失控 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则在本周早些时候称 会在飞机上找到裂缝 西南航空公司则在两架飞机上发现了裂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相细 近年内地发生多起称为杀猪盘的网络投资诈骗案 犯人透过社交平台诱导受害人观看投资类直播 初期提供一些小回报 引诱受害人投入钱款 待受害人无追加投资能力时 犯人就卷款失联 近期中国公安机公安征破杀猪盘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并在11号把200多名嫌犯从菲律宾压卸回国 全部244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乘坐三架包机 于11号下午3点左右抵达福建厦门高企国际机场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五是全线收纲 国际贸易谈判即将迎来初步成果 大幅提振市场信心 导致一度飙升超过500点 不过当尾盘升幅收窄 最终三大指数仍有超过1%的升幅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五全天高开高走最终收涨 不过北盘涨势有所收窄 那么今天国际贸易局势方面的亮点 是提振了市场情绪 诸位贸易谈判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 给了股市利好情绪 另外英国脱欧方面的进展 也是让美股的乐观情绪有所升温 而在大盘方面 道指的格局跟昨天类似 仍然是工业类股在今天领涨道指 包括卡特比勒以及陶氏杜邦 都是录得了近5%的一个涨幅 同时那些金融类的个股 能源个股以及科技类的个股 也是领涨道指 包括高盛以及摩根大通 还有英特尔IBM以及微软 都是表现不错的 那么与国际贸易局势相关的一些个股 有苹果3M集团 在今天也都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幅 不过道指盘中 保洁集团是表现最差 从早盘开始就是录得一定的跌势 而标普外指数方面 今天工业板块及原材料板块是全天领涨大盘 而金融板块 能源板块以及科技板块 都是涨幅居前 同时电讯板块及易保板块 也都录得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势 不过今天避险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房地产板块 及必须消费品板块 则是从早盘开始就维持一定的跌势 最终也是小幅下跌作收 同时原油期货价格今天是收涨约2.1% 黄金期货价格收跌0.8% 美元指数全天小幅下跌 另外美联储方面的消息 仍是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美联储今天是正式宣布开始扩表 10月15号开始每个月 将购买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以稳定金融市场 同时市场也是预计 美联储在10月底宣布降息的概率 仍然在82%的上方 下周开始 从大型银行开始将拉开 美国最新一季财宝季的序幕 以上就是星期五 美国股市情况 方号卫视陈经纬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来关注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Yoda Press Enterprise及城县纪事报 今年举办的读者投票选举中 赛果经已揭晓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荣应南加州最佳博彩娱乐场 与此同时 在南加州博彩指南杂志的读者选举中 大庄家也荣应南加州最佳博彩娱乐场 并同时荣获在博彩娱乐场旗下的 最佳娱乐活动 最佳扑克 最佳水疗护理中心 以及最佳高尔夫球场等 一共五项殊荣 另外中美贸易谈判在一起 社会各界对于此次磋商 能否达成协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近日华美银行董事长 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就赚文呼吁 美国政界勿将金融市场准入作为 实现短期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 双向开放的资金流动 有助于中美两国的经济繁荣和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容航空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